首先的话第一个当然我们云端上面的网址 进到应该还记得吧 那个网址 第一个当然教学论坛 我们上次上课的内容上到哪里 其实这边都云端 如果你到那个教学论坛里面 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应该会看到两次 如果你有加进来 甚至他我这边论坛会自动转积到你的信箱 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是讲到那个第二次 今天第三次 那里面大概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那个VBA的环境相关设置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慢慢熟悉 就是VBA的环境 那再来的话就是撰写那个SUB 因为之前的那个SUB是用录制的 那录制聚集的话 它产生的也是SUB 那也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那只是说呢 我们这个这一次是自己写的 这次自己写的话 是把那个已经有的公式 像用那个前面 比如说用TES 我们用TES 做完的那个公式 可以把它做输出 但是输出的话呢 那个必须要重复执行的话 那需要用到FOR违圈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FOR违圈以后还是会用到 而且用到的几率非常的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反正 ESAO一定是一个范围嘛 那哪一列到哪一列 或哪一篮到哪一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通常都会用FOR违圈 帮我们把那个某个范围 重复做的事情呢 用FOR违圈来做 当然也不只是那个列跟篮哦 甚至以后那个不同的工作表 或不同的工作步 其实就是跑违圈 因为你要不断的 只要你想到重复执行的话 那就要用FOR违圈去完成 OK那逻辑原理 大概都差不多了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个FOR违圈 一定要熟悉 因为以后只要重复做的事情 其实交给FOR违圈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自动侦测最下面一列 我前面讲过 虽然它那个一行很简单 就Range比如说A4 点end xl done 点ro 那一行其实没什么 但是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自动追踪 如果你不会自动追踪 你就要每次一个改程式 但如果你会自动追踪的话 那其实写一次就好了 以后它自己抓嘛 抓哪一列 或者哪一栏 都会自己把它抓到 某个范围里面的那个资料 而且很多地方其实 都有必要加这个东西 但如果你不熟的话 请各位把这个部分再回顾一下 那其实在云端白板里面 也有答案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举另外例子 就是留下中文 中英文里面 还有中文英文数字 那如果我今天只要中文部分的话 那那个范例里面 就上礼拜讲了 那另外的话呢 其他还有就是说呢 直接当然输出的部分 你可以输出公式 当然也可以输出最后的结果 最后就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又分了两种 一个叫制定函数 一个叫制定手机范围函数 那我大概demo一下 第一个就是输出公式 录制聚集第一段 第二个就是输出 那你会发现输出的东西 基本上呢 它就是里面一个一个的公式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TESL 那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TESL里面的这个列号 把它改成R1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做呢 我想在上个礼拜影片里面也有 或者云端上也有 你可以再自己再回顾一下 所以程式其实不会很复杂 但是建议一定要熟 因为如果你不熟以后 你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就会有问题 那云端版本里面呢 我们其实上个礼拜的答案这边都有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那上个礼拜我们的相关的参考的解答 其实云端上可以稍微自己再复习一下 那一定要能够很熟的就把它打出来 怎么样把它输出 那输出有几个重点 不外乎就是说 如果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记得就要变两个 那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取代的方法 取代然后再加一个回圈 那如果你对回圈这些 假如说这个很熟练的话 以后要做什么其实都蛮快的 OK那其他还有像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的话呢 输出的话第二个就是 这个地方里面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是 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最后的结果 OK那刚刚输出的是公式 OK那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我想你输出公式会比较简单 因为反正公式做完你就改一下就可以 但是你要输出的是结果的话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你恐怕要 慢慢多学一些 除了以sale里面的函数之外 还要慢慢多学一些VBA里面的函数 因为两者是不相通的 虽然有部分的名称是一样的哦 但是有些部分名称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边假设要格式化 在esale里面是用tether 但是在VBA里面是用format OK应该好印象嘛 上礼拜讲的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我要用那个输出的话 下面我有多写了一个这个 我们是用那个format这个函数 格式化一样三个零输出就OK了 意思就是说呢 那我先在VBA里面先做完之后 再把做完的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跟前面那个是串接好公式在丢 其实不太一样 那至于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那你丢公式 其实如果不仔细看 你这样跟这样子 最后的结果好像没差别 不过当你多点下去你就知道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 这个是公式 不过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第一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量 跟这个的资料量 你会发现如果丢公式的话 一定比较冗长 所以相对的话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你如果用丢公式的方式 产生结果 将来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你那个以上的档案 会比较膨胀的很快 档案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你资料量不多的话 感觉不出来 如果你资料量多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执行的效率上面 目前当然感觉不出来 不过如果你执行多的话 这个后面这个执行的效率 应该会比前面这个方法来的快一些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多花时间 工作上只要 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多演练 反正你多演练个五遍十遍之后 这些滚瓜烂熟了 那再来的话 制定函数部分还记得吧 插入 记得不是按按钮 而是怎么样 插入函数有个使用者定义 定义里面的话 自己定义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的话 跟那个按钮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插入程序的时候 不是用sub 而是用function 第二个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方选后面有个刮弧 刮弧会有三个东西 就是这三个东西 中间加斗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就会去选取 也就是说呢 方选有点像互动式的 互动完之后的话呢 会把最后的结果 丢到这个function本身 那function本身 又会把结果怎么样 再丢回到哪里呢 丢回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那就完成 有一个 好像一个cycle吧 一个循环吧 就是他问你问题 你做好的结果 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特别是有function 制定函数就是这样做的 那程式其实非常短 真的就一行而已 OK 程式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上礼拜写的 这个function呢 最后其实就是一行 但是因为 我这边有个折行 加一个底线 其实 就是最后串一行 只是说我把它分行 如果分行的话 记得在end后面的空白 加一个底线 enter才可以 两行变一行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第二种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 那向下填毛OK 这样就完成 这客制化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要选三次很麻烦 那可不可以选一次就好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手机范围 那这个时候呢 就刷一下就可以了 刷一下 大家刷一下 会有个问题 因为你一次给我三个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自己去切割 所以有时候你蛋糕买回来 当然自己切成三块 或者你帮你切好给你 道理其实是一样了 只是说在哪边处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变成范围的话 好处是只要选一次就好了 但是呢 变成说你要多写一行程式 什么也还记得吧 就是说你要把什么 这个资料切割 成三个东西 本来是选三次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把它切割 我这边有个概念 就是把这个资料 先丢给A 那丢给A之后的话 我怎么知道第一个是什么 那这个概念跟那个Sales很像 先列再栏 所以这边的话有一列 根据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第一列的第一栏 所以如果要抓这个资料的话 你可以这样叙述 A的1之1 这表示什么呢 这个资料 那这个的话就A1之2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类推了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利用这个方法 然后抓取资料做串接 就把结果给输出了 大概是这样 上礼拜做的 这个我想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请各位 事情在到哪里呢 要不就是云端白板 要不就论坛里面 我们上课这边有完整的影音 回去自己再看过 因为有些东西 一定要很熟练 否则后面的话 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应用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学很久 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不熟 你回去都没有练习的话 你怎么会 可以知道怎么做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利用 类似的方法 来解决另外的问题 所以这一题 先把它关一下 那请各位呢 再来就是 开启那个 我们的练习档 151这一题 那151上礼拜讲过了 那这一题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逻辑 一就是说 先把那个 我们的瓜虎里面的字串 搬到这边来 那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当然就只能图法链钢 复制贴 复制贴 这样很辛苦 如果资料少还OK 资料一多的话 你恐怕就做不完 那可是 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 也许我们可以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 也许请你先用什么 用插入函数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 OK 里面当然 我们上礼拜大家有叙述一下 第一个你可以用Fy函数 Fy什么呢 Fy前瓜虎跟后瓜虎的位置 然后用MID函数去切割 但是这里面的话 还有就是有的有刮虎 有的没刮虎 没刮虎会产生错误 所以错误的话 用那个Fy去把它做过滤 EROR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H再来就是什么 录制聚集 不过我觉得录制聚集相对 其实比较简单 也许我们跳过聚集 然后我们就是 再用VBA吧 VBA的话呢 基本上呢 一样 跟刚刚叙述一样 可以用Sub 也可以用什么 用Function OK 你可以用Sub或Function 把这两者 加快 那个我们的效率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所以如果上个礼拜 讲到的那个Sub跟Function 你还是有点 不是那么清楚 或者不 即便清楚 但是你不熟练的话 我强烈建议 你一定要花时间 这种东西其实 还是要做个五遍十遍吧 否则的话 你这个 以后要用 还真的是有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呢 会 跟会用 好像又是两回事 会的话就懂了 但是 会用 就是要熟练 那它成为技能 就是说 就是比你熟练 熟练当然很花时间 反正 尽量 如果你工作上面 只要有类似的案例 我强烈建议 就是把 刚刚讲的这部分 反复的练习 所以 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开启 那个150亿 截取瓜糊中 自串 的这个范例 那我们 待会也是按部就办 也许 其实就是把 那个 前面类似的逻辑 反正就解决问题的逻辑 再把它 用另外一个范例在乱过 OK 所以大概 我们会也许 解决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 用内建函数 第二个 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可能相对简单 我们就大概跳 啊 再来就是用那个 VBA的方法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